由威尔史密斯主演的电影《解放黑奴》终于上线 本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 毫不夸张地说 这绝对是我今年看过最好看的电影 史皇的演技你永远可以相信 史皇出品 避暑精品 1863年1月1日 美国总统林肯宣布反抗州被奴役者获得自由 在当时 仅仅是路易斯安那州就有近35万被奴役者 而这其中黑奴彼得也赫然在恋 但他们此时却对林肯的自由宣言毫不知情 这天他一边为妻子洗着脚 一边告诉自己的老婆孩子不要丢掉信仰 要感谢上主 我们因他至善 我们也不用惧怕任何人 因为他们也是血肉凡人 我们要永远相信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 妻子将手掌伸向他的脸颊 这时两个白人突然破门而入 他们要把彼得抓去建造铁路 他想过反抗 但换来的却是当头一棒 于是他便在老婆孩子的痛哭声中 被强行抬上了马车 莱昂斯上校是彼得的主人 也就是他将彼得送了出去 他要向克林顿的比尔将军示好 因为彼得是他手下的奴隶中最有力气的一个 他的家庭就这样被强行拆散 彼得发誓 他一定会活着回来找他们的 但彼得到了地方才意识到 要想活着离开这里简直难如登天 因为这里奴隶他们的军官多到数不胜数 如果有人不服从命令 那他们就会直接将其击毙 如果有人已经累到毫无力气 那他们就会用鞭子抽到他们有力气为止 有人受不了被奴役想要逃走 那结果只有一个 这个叫吉姆的猎奴者 一定会第一时间将其抓回来 然后再在陶奴的脸上留下一个永恒的印象 夜里陶奴疼得撕心裂肺 男孩托马斯健壮怕得眼泪直流 彼得则表现得很坚强 他安慰托马斯不要失去希望 不要失去心中的信仰 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 边上的陶奴听后立马出言反驳 彼得听后一行热泪落下 他心中的光也渐渐散去 可是第二天他就又重拾了那道光 因为他在干活时听到了两名长官间的谈话 那就是林肯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的宣言 并且已经有很多黑奴都已经逃到了巴吞鲁日镇 因为这个镇子已经被林肯的人占领了 他们准备彻底解放 彼得听后立马瞪大了双眼 黑人的机会终于来了吗 晚上的时候 又有一名逃奴被绞死在了一棵大树上 彼得正坐在那里想事情时 吉姆带着他的猎奴犬走了过来 他说从现在起彼得必须要忠心于他 彼得毫不畏惧 直接让他滚骨子 吉姆听后直接笑出了声 而这就是得罪吉姆的后果 他要让他的猎奴犬熟悉彼得身上的味道 这意味着他已经被吉姆彻底盯上 午饭时分 彼得对他的伙伴们说出了他的计划 他要找机会逃走 并穿过这片沼泽地前往巴吞鲁日 格鲁说沼泽里要人命的东西有很多 托马斯听后觉得言之有理 他决定和彼得一起逃 显然格鲁和陶奴杰克也有此意 至此他们便彻底达成了遗志 下午他们在干活时 一个黑奴直接被累到猝死 长官见状直接叫住了刚好路过的彼得 他让彼得将尸体搬走 彼得十分难过地将其推进了尸坑 然而就在他向尸坑中撒尸灰的时候 一直看他不顺眼的老头 却将手放到了腰间 殊不知此时彼得已经感知到了这一切 就在老头掏出手枪的那一刻 彼得直接就动了 他拿出老头腰间的小刀 接着就朝着沼泽林跑去 他就像一根导火线 看见彼得跑了 所有人都开始四散而逃 当然跑的人很多 但因此而丧命的人也有很多 吉姆不慌不忙 在解决掉众多逃跑的黑奴后 才带着两名手下和三条猎奴犬 奔向了沼泽林 而他之所以会如此淡定 则是因为从来没有一个黑奴 能够逃出过他的手掌心 此时跑进沼泽林的四人 正在夺路狂奔 跑了好一会儿 彼得终于停了下来 因为他要辨别一个方向 一个通往自由之地的方向 他带着其余三人再次狂奔 最强猎奴者的名号 果然名不虚传 因为此时他们已经出现在了 四人的身后 他们跑到一片沼泽前 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可是男孩托马斯 却止住了脚步 因为他在水中 看见了一条大鳄鱼 而就在这时 吉姆的猎奴犬也追了上来 对不起 来